畫面中這個現場是位在台南的 上化區建國路和新華路口 一輛鐵灰色的轎車 撞上綠燈直行的白色轎車 兩部車插撞之後 路人紛紛上前關心 救護車很快就來了 由於被撞的白色轎車駕駛 懷有身孕 駕駛的友人事後上網PO文 質疑另外一部造勢駕駛在車禍發生之後 並沒有上前來關心 而是先看看自己的車撞成什麼樣子 甚至爆料車禍的造勢原因 就是因為這部鐵灰色的轎車闖紅燈 才會撞上綠燈直行的白色轎車 不過警方表示這兩個人並沒有受傷 車禍的造勢原因還有待釐清 東森新聞黃蟲群在台南的採訪報導